伏鲁迪 本週推出的新角色 弗魯迪G.S 和這次的Red boss 終極7跟瑞拉扎比 今天就讓我替還不瞭解他們的故事的人 簡單說明一下他們的背景吧 弗魯迪G.S是在EX-13登場 它的全名代表的意思 也就是弗魯迪福音型態 是因為他被原型所吞噬 而福陰獸將他救了出來之後 弗魯迪就用了獲取能力程式 以及轉換型態這兩個技能 吸收了福陰獸的能力 而強化成GS的弗魯迪 也獲得了超強大的攻擊力 但他在同時也失去了記憶 腦中就一心只想著戰鬥這兩個字 這邊我們來介紹一下福陰獸 遊戲中反派組織福陰會的首領 利用了病毒合成技術 打算要製造出弗魯迪的複製品 在EXE2裡面 打倒了複製弗魯迪之後 福陰會的首領 他想要用強力電池來強化病毒合成 最後卻變成了病毒融合體 也就是福陰獸 接下來我們就會講到終極西根馬 正所謂打倒了一個西根馬 還有千千萬萬一個西根馬 這一次Red Boss登場的西根馬 是號稱他的最強型態 就如果他有完成的話 為什麼他會只有頭跟手呢? 應該有不少玩過原作的玩家 都知道這段插曲 就是在終極西根馬 還沒來得及完成的時候 艾克斯就直接打到人家的基地 所以西根馬就只好用這個 半完成品來應戰囉 其實在洛克蘭X企業當中 有很多非正規品 他們都是以半成品的形態出場 大家知道還有誰是半的完成品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彈 我們下次見拜拜